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喂哥仔,在做什麼? 我正在找動物在哪裡 什麼動物在哪裡? 什麼,今天是25日 我正在找動物社貿購物車在哪裡? 不是1日才交的嗎? 你不是不知道 獨立付費節目25日已經可以交的 如果1日有馬跑 那天才交,可能會虧一閘 喔,原來如此新玩法 又是月底,借了電腦來 讓我自己先交給月費 沒問題,拿去吧 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遲了開節目 遲了十多分鐘 遲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談起香港這個動盪環境 很多人都想移民 我們沒有辦法告訴大家 移到美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等 但我們總可以給大家一些資料 大家就在移居台灣 所以下個星期 我們張三五有位老友 就會上來做節目 做嘉賓 也說移居台灣的一些資訊 是 美女 是不是美女 逢女必漂亮 所以下個星期 大家想知道有關移民台灣的資訊 記得準時收看 大家可能會對現行的法規 或者是當地一些居住環境 或者是一些投資移民的方向 都可以介紹給大家 或者如果大家已經有些問題想問的 就不妨PM我 PM了我 我就將問題 下個星期一 小弟就不在香港 我就會帶個團去泰北訪問 我會把問題轉給張三 我專門趁趁謝功不在 你和我先要算 我移民的事情不怕 聽到幾次 現在很多人都主動去報名 還給錢 聽移民工作 我們這個不用錢 不用錢 天南美交易 總之你有什麼問題 可以預先PM我 我把問題丟給移民那位顧問 讓他可以消化一下 看看怎樣回答你們 在台灣移民顧問都是拿正牌的 剛才你說下個星期有個什麼團 一會兒再說 我們說明天 明天有個重頭戲的活動 叫做 香港國界企台雙鄉 喬韓國瑜競選總統造勢大會 你聽到氣勢都厲害 這個名字 所以短暫一點都很不一樣 最重要是台商這個字 證明有貨和有錢 明天晚上這個倫敦大酒樓 150元位 為什麼這麼便宜呢 一般來説 現在參加這些所謂團體的飲宴 二百多元就走不掉了 經我們和台商開會之後 想多些人 希望能夠柴黃的氣氛 所以本來都是有人建議一百八十元 最後說到一百五元就可以了 剩下不足之數的台灣有錢就包底了 還有一件紀念品送 一頂帽 國騎帽 都值得紀念 拿來留念挺好的 現在我手上還有少許位 還有少許位 很多席 現在應該是五十多席 差不多六十席 如果過了六十席就麻煩一點 有些帽子 帽子就是訂了六十席的帽子 七百多頂 如果六十多席就 一定要咬 台商跟我說了 如果真的去到六十多席就不要緊 我馬上向台北再訂過來 所以帽子一定有 我手上還有幾個位置 如果大家有興趣都可以PM我 可以和我聯絡 我可以安排給大家 好像這個節目升降一一 有些什麼人呢 嘉賓都很厲害 有國民黨的副主席 郭龍斌 郭柏川的公子 韓國瑜競選辦公室的副總 副幹事 周錫衛 周錫衛曾經是 新北縣長 台北縣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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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國民黨的初選裏面 他都有份 輸了 但都願意當韓國瑜競選辦的副幹事 另外就是 立法委員僑選 立法委員童慧珍 我知為什麼強調僑選呢 因為這個都是不分居名額來的 過往不分居名額也有一個不成文慣 就會被一個海外的黨員 這位是美國加州的 是美國的 所以我們當他是僑選立委 但他都是不分居名額 以前的年代真的有僑選立委 但這些所謂僑選 當然基本上他應該得 還有依然有中華民國國籍 現在就會放在不分居名單裏面 不分居名單在幾前幾後 就看他的支持度 今屆童慧珍就沒有在不分居名單 就叫喬界 喬界即是海外的 就游了連元章 但他排到好像二十多 基本上就已經 很厲害了 除非當選的人 一個一個寫完 那補上來就有機會 二十多是民進黨的大災難 如果是二十多的話 如果是不分居名額 你都拿到二十多的話 就剩下幾個 童慧珍也是去年才補上去 他後補上去 因為後補也有幾個 因為有些去了選員長 有些選市長 譬如我們認識那位林奕華 他後補上去 這些是根據你的名單 那個牌子的先後次序 後補上去 另外還有一位 這個也是美女 市議員 黃鴻味 我覺得最漂亮 都是名嘴 經常都在這些政論節目 都有說話 這個都非常支持香港的反送中運動 另外一位就是 這位叫唐慧琳 都是市議員 我們在節目裏面看過去的 不需要再多說 說就趕客 好了 明晚我們阿龍少做師 兩夫妻還做 第一次 老婆也不放過 抓起來 昨天在開會的時候 教他一個賣豬仔的詞語 其實一開始都不明白 我們突然間 到最後就明白 自己也是這樣 其實是OK的 我們都是幫國家做事 幫黨做事 老婆國語或台語都比香港人好 一定 因為我們要應付台商 在這個做事節目裏面 我們都希望那個氣氛 首先熱烈一定要 還有一種台灣的味道 我香港人 我講廣東話 當然有香港味 港味 還有一些台灣味 大家就算唱這套 愛拼才會 我會贏的時候 都特別會有味道 大家可能很奇怪 那韓國人 為什麼來香港做勢呢 其實香港 不少是台商 也不少 譬如我們這一代 調包 港生 其實我們留台後 都有投票資格 雙三面有 所以其實來香港都是他的道理 無論怎樣都好 香港做一個造勢大會 代表海外的其中一部分 都有些事情做一下 我想補充一點點 有些人就說 造勢大會 要一個地方辦多少次 其實以往我印象中 以前馬英九選總統的時候 第一次選總統的時候 香港的馬英九的會 設立起來 九個 即是九個 有很多的 每個都會自己搞的活動 其實我覺得 一些競選活動 其實是不怕多 正如我們香港所說 叫遍地開花都不要緊 你越熱鬧 越多人支持 其實你才可以帶動到 投票氣氛 或者是幫到那個 某國政黨去抓到票 其實我覺得 其實已經少了 韓國瑜已經不及馬英九 馬英九年代我都有九個 馬英九之友會 小馬哥之友會 馬英九後援會 總之每人都成立一個 大家都 成立這個會有什麼作用呢 作用就不是很大的 但是如果一旦當選 他可以利用這個名銜 去到參加 譬如馬英九的就職典禮 有些活動 起碼我有個名銜 我勇馬 我沒有去買兩邊 都可以的 都可以的 我成立一個 韓國瑜 這個 深水寶後援會 大哥 然後就福榮佳小英 學援會 不行的 買了兩邊 其實我覺得 搞一個造勢 其實有兩個目的 一個目的就是 去搞好氣氛 令到人有投票意欲 回去台灣 投票 支持國民黨 另一種 做生日會 就帶給什麼呢 錢 即是你選舉經費都要的 即是透過這個活動 或者這個會去務捐一些 一些錢去支援選舉 這兩種作用 剛才兩位在談的時候 我心裡就粗略計一計 我粗略估計 就是在香港有投票權的 應該是過萬的 肯定是過萬的 至於是多少個萬 就要多些資料才可以 我計算一下 即是過往我們樓頭校有 樓頭校有 都不少了 樓頭校有幾千 不止的 歷年來這麼多 我當你幾千 那你堂商、家屬 剛才我老婆的家裡 那些有很多 那些加起來 我估計兩三萬 可能都應該有 有的 你只有一半去 那也有萬多 所以呢 其實 即是當年年次輸給 還有一萬幾票 兩萬而已 所以呢 其實投票的人 應該是不少的 那為什麼 即從哪裡去看 你從現在要訂 明年一月八九號的機票 即是那個禮拜 投票前個禮拜的機票 你已經可以知道 即現在已經開始爆了 那大家都可以猜到 即是你越晚去再訂機票 就越貴 所以呢 如果有 有心快去投票的話 其實要訂好機票 即是如果再晚點訂 現在都要到 不知二千六七元 即訂了機票 我見到有些 乘船的 都是兩千九 包了些什麼 就是乘船的 那不是乘船的 那是乘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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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天啊 應該三天 都不是很久 香港過去都是日 那是乘船 那是乘船來的 那是乘船 那是乘船 乘船來的 都玩得過 有時間玩得過 他上到基隆 然後找車 車去基隆附近 繞個圈 然後就上船走 那你落地不走 那是沒得不走 沒得不走 因為你跟著船 那或者可以聊 理論上應該不會的 那這個我相信 應該沒有什麼朋友 沒有什麼觀眾 會這樣做 那如果想知道 那自己自行 跟旅行社聯絡 那我也是提一提 那我上星期見到 有些這樣的廣告 都是兩千九百幾 那大家 那兩千九百幾 起的嘛 一定起的 那起的 那一起就沒有了 那兩千九百幾 肯定要三千五千四千 我以前是幫人訂過的 在上海去日本的 那它分不同的 十六人的tap tummy 和四個人房 和八人房 不價錢的 那你那些 那兩千九百幾 起的那些 可能都是有十六 的tap tummy 應該不會有通舖 那現在 還有可能 可能二千九百幾 那些 所謂起的 可能有幾個位 那你去到那幾個位 通常就沒有了 那不要緊了 那這一個呢 自己去問問 那我們 那再說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聯絡我 明天晚上而已 不是很長時間 講明天晚上做世界會 不是講乘船那個 不要搞錯 12月3日 簡稱123 就是澳門的123事件 就發生那一天了 好了 那 講一下泰北 你下個星期去那個活動 下個星期一呢 這個時候呢 我們應該住在 泰北的美斯洛 嘩 正啦 這個就是 有災有災 有一個叫小中國 小中國的地區 這個地方 那 先講一下前段 先 我們播一張相 我們有位大師 那位大師 看看相片 那 應該上兩個月 就有一位 叫做孫家文 這位老哥呢 就看了舉光的一份 送誕到泰北的海文 那他自己就 走了去泰北 就聯絡了這個滿星碟 大同中學的 張明光校長 他自己聯絡 沒有透過任何人 他戰狂狂狂的自己去到 聯絡了之後 就想著 他最初就想著 從刊物上面得到的資料 去到當地去看一下 一看之後 天人交接 交接 感動非常 那跟校長講 我決定呢 留下來在這裏 交兩年 電腦 我放下香港的生意 這裏 這裏感動了一半 我聽到感動了一半 再另外感動了 他教電腦 他必須去電腦房 去看看那些電腦設備 去到一看 哇 那些電腦是2003 2004年的 他說這些 不適合這個時候用的 校長說 那怎麼辦呢 他說要換 他說 那學校哪有錢 他說 我自己私人掩錢 幫你換十幾部 剩下 那個電腦房 大概五十部電腦 他說剩下三十幾部 你可能要想一想辦法 他自己去青萊 買了十幾部電腦回來 嵌完之後 還有三十幾部 消息透過舉光的增生 傳給我 那我想一下 我也想著 搞個團去泰北 我們也沒什麼能力 想著 十部 我還想著 我起了個名叫做 十部電腦送大同 想著 周圍作一些 老友 前興那些 可能我作過一部 應該沒問題 好了 那 都在籌取 那十部 應該是 希望我能夠 在 下個星期一 我應該找到這十部 四萬元 四萬元 四千元 一部 那我找到四萬元 那我打算 到時交給校長 那我們當我們十部 換了十部 那剩下 那二十五部 再想 那我們就 把消息傳給 這個 極樂寺 法師 屯門極樂寺 發師聽到 就說 這樣啊 那你遇我五部 那我打算 五部 那我加上十五部 都好啊 那沒多久 他就說 那不好了 五部 你遇我十五部 那十五部 那我想 我十部電腦送大同 那我就不用做了 我想想又好啊 我當然十五部 然後一個小時之後 法師說 三五部 我全包了 那我根本就不用做了 你做事 人家 總共是四十部 是啊 那到 因為上個 昨天星期 即是前日 前日早上 我就去 極樂寺那裏 接受這筆 善款 那總共是十六萬 那我就經常想著 三十五部 十六萬 就等於三十五部 其實呢 十六萬是等於四十部 因為四千萬一部 在我看你的帖子的時候 計算數不對 是啊 其實很多人都回來 告訴我 這個數不對 但是都登出來就算了 因為那張大支票 我們就做了 寫了三十五部 十六萬 那我還說 四十四千萬一部 乘三十五部 怎麼乘了十六萬出來呢 那原來呢 就是為什麼會錯呢 那原來呢 師父就找其他善信 他就捐一部 他又捐三部 他又捐五部 那你拼一拼 就拼了 一geld Carne enable 把三十七部 那他自己 抹掉四十三 他自己極樂寺 自己又抹掛了一萬二元出來 那所以呢 拼鉤成了十六萬 那 Jug cyfar 一十六萬一塊錢 到底現金 不知道 拿著這一塊現金 呢 我沒有 holds with that 那筆錢 曾生 透過椅光 曾生 就把那筆錢 打那筆去大途 那麼所以呢 這樣就搞定完了 所以這筆善款可以改 那些可能都是850部的位置 剩下的錢可以買一些配件 有關於電腦上的東西 上網那樣 所以都是一個美食一裝 雖然說我沒有盡力 但是也叫做 促盛 促盛了很多力 師傅和我搞定了 我最初想著 因為上一次前年我用剩下三萬多匹 我就跟那些團友說 我三萬多匹 夠買兩部了 我們還差8部 大家努力 要去找8部回來 結果那些三萬多匹都不用用 因為這次我會去多幾個村落 我相信其他村落都有些需要 所以在其他村落 把這些事放在其他村落 我又說說謝功 謝功今天在家裡沒有電 如果沒有電 電腦就跑來神州用 跑來神州用 當然神州的電腦一定是舊 沒有四千元那部那麼漂亮 我自己也沒有新東西用 他自己也沒有電腦用 想要先給人 謝功剛才說 阿龍樹就知道 世人只向和尚報師 現在謝功又找和尚報師 昨天師傅才好笑 師傅交完錢之後 我說師傅沒什麼了 我們還要談 師傅說得笑 師傅說得笑 師傅這些就是一個多小時 馬上籌到那麼多 這些人經常說 迷信 迷信是一個偶像 千手觀音 千手觀音就不是迷信 你不要當他偶像是崇拜 意思是他有很多辦法 一伸出來很多隻手 他每隻手都有他的功能 每隻手都有他的功能 他有很多不同的法器 很多不同的辦法 其實千手觀音就代表 一個好的修行人 像千手觀音那樣的時候 就有很多辦法幫到不同的人 法師就伸一伸手出來 轉一轉的法輪 那就有了 那我就繼續了 要快一點了 那是第一次成功 我們再說了 反正那一節就等下一節再說 那些題目 因為我這次就會去 我們會首先去 在青萊洛基 會在美斯洛 就是剛才我說的 小中國這個地區 美斯洛住一晚 因為那裡都是 因為當年 李黎將軍 第一批撤退了台灣之後 就把這隊軍隊交給雷宇田和段希文 段希文將軍 這兩個將軍 三軍五軍 就駐紮了在美斯洛這個地方 那美斯洛也是在那裡抽調了幾百人 去打這個巧牙山戰營 所以我經常說 我有機會 因為現在美斯洛 太北不知道哪一個可以 叫做頭 就是哪一個可以 統領整個太北的工作 我現在不知道 因為以前陳茂修將軍 那時候知道 其實我有一個idea 就是 其實 將太北每一個村 或者一些可潛在發展的村 其實去做一個神話 我講神話 可能真的很神話 其實 你將歷史 這個故事 將歷史故事化它 譬如 哪一個是點像的 當年 陳茂修將軍 這幾百個 所謂國民黨的殘餘部隊 是怎樣點發的 在哪一個地方集結 這個可以做一個故事 成立一個景點 你可以做一些說明 諸如此類 譬如美斯洛就是 昆沙的大本營之一 你可以發展到 昆沙曾經在這裏蹲過 82年曾經 美國和泰國 是空襲過 美斯洛這個地方 不是 滿星地比這個地方 那 昆沙是一個 什麼人物 他們 他們曾經做過什麼 這些事情 不是很久的 這些事情 你吸引遊客來到 因為昆沙是一個神秘的人物 大家都很想知道 其實你將這些故事 索造成一個 有趣味一點的 但是 這個 你說我們講而已 要做當然很難 但我是很想將 每一個村 有一些這樣的 賦予一些神話給他 背後 就是他有些 叫故事 他有些少少 一些經典 我們將一些經典 成為一個故事 這個故事 怎麼會吸引到外人 譬如 簡單來說 上一次 有十幾個年輕人 足球員 困在美人洞裡面 現在美人洞 會成為一個 旅遊景點 所以這次我們都會去的 我們都會去看看地方 朝聖一下 其實 很多地方都有 譬如我 這次去完這個 第一我們住在美斯洛 第二我們住在滿星蝶 就是昆沙的大本營之一 會去一個茶房 茶房村這個地方 最後還有一個拍檔 拍檔有些很故事 拍檔它是跟這個寮國 只是一山之隔 就是你站在山頂那裡 看過對面 就已經是拍檔 就是這個寮國 就是兩地交往 其實是靠一個門 很小的門 這邊寫著 這個叫做 Gate of Thailand 那邊就Gate of Nail 你一旋過去 那邊就Nail 他一走過來 一搭 經過那裡爛鬼 那裡爛鬼 那裡爛鬼沒人搜 那這邊就是泰國 那裡也很多 當年也有很多 一些泰共 住宅在那裡 所以我們的孤軍 也幫他守邊境 這些故事 其實你可以把它成為一個 旅遊景點 不過我不知道 哪些人負責去做 就是我有這樣的想法 就是令到泰北 成為泰國人的一個旅遊地方 因為 因為 拍檔是 海拔一千八百幾公尺 是很涼爽的 比如我們講的 美斯諾這地方都九百幾公尺 大概是大墓山那麼高 但是你去到 再高一倍的話 就涼爽很多了 所以泰國很多人是去避暑的 如果你再增加一些故事裡面的話 大家更加願意去 所以 這些地方其實 我又講到這麼神仙美景 但是當然大家要先去一下 因為 我去完回來 就很多人就說 你早點說 我都會去 到真正我去打電話的時候 我真的沒有空 那天又不行啊 我九月打給他 已經知道十二月沒有空了 真是吹狗仗 但是去完回來 他就賴我了 你又不聰明說 我都說要跟你去的 那又是做仇 或者嫁女 那就不知道了 那麼多人嫁女 那麼多人做仇 所以呢 這團搞完之後 就不知何年何日 我再搞了 我也不知道了 因為畢竟都去得那麼多次了 就是我又不跟舉光 曾先生 因為他 因為很多團要帶 那麼他都找到很多 就是那些資源 什麼九龍總商會 還有什麼 這個 還有什麼團體 就是都賺到錢的 比如他最近找一個團體 他就答應捐一百五十萬 就是他籌到苗譜 就是苗譜 賺到一百五十萬 但是他想在他現在 大同中學旁邊那裡 就拆了我們神州當年 捐錢的那一個貨室 就那裡建一棟大樓 所以曾先生說 他說我拆了你的房子 拆了你的房子 建一棟大樓 我就拆了它 但是那裡建要五百萬 五百萬港幣 是不是賠二百萬給我的 陳教我 陳教我 陳教你 應該告訴師傅 前幾乎三百五十萬 所以現在曾先生正在籌照 因為那裡再建一個教學大樓 因為原來那個教學大樓 舉工教學大樓 很漂亮的 那他旁邊打算再建一個 但是現在就 有一個就想說 八五萬先建一些 但是他們又沒有了 一建就全建了 因為其實都曾經試過 是動了工之後 發覺不夠錢下去 大家都很頭痛 所以現在都有點害怕 所以就是 對了 我去完回來 可能都要 因為我去完 可能有些村 又想改善些什麼 改善些什麼 回來才跟大家 打算登山學 即是去完回來 就有project 當然有 多多少少也有 如果大家拆開的話 就再建一個天南堂 天南堂之類 神州堂 我們已經建一個天南球場 那就建一個天南堂 好了 我們下次回來再說 好 坐吧